知名的外科醫師江坤俊 最近因為捲入了不倫非文的遺雲 連曾經跟他那共同主持的女主播 也證實地遭到對方的騷擾 而在昨天傍晚 那麼這位江醫師 他是透過了社群發了聲明道歉 表示會暫停演藝工作 但是相隔兩個小時之後 又再度的發文 說為了維護個人的名譽 嚴正的聲明 絕無性騷一事 而且強盜已經向姓評會 陳情開啟調查 已經把前因後果說清楚講明白 並且將會把相關的證據 提交到信評委員會 而這個江坤俊的聲明 也遭到許多人的質疑 女主播前夫 對於江坤俊的聲明都看不下去 認為說對方危機處理策略 就是全本否認死不認錯 痛斥江坤俊自我優越感報表 有錯都是別人的錯 說他真的是讓人嘆為觀止了 有些人的夢想是想成為醫生 有些人是夢想成為醫生的另一半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 夢想成為醫生的另一半呢 難道有著不為人知的好處嗎 是嗎 當醫生娘並沒那麼容易 好不好 今天我們繼續揭秘 OK 來 Oh my God 封神堡控訴什麼 接下來醫生娘控訴 是所有女人最大的怨氣 我們都知道醫生工作多對不對 電話也接不贏 但是如果打電話來的那一個人 不是病人 不是醫生 而是小三桃花多的話怎麼辦呢 醫生桃花又或多 想要設法抓住他的心 要想方設法的抓住他的心 醫生桃花又或多 妳剛剛說 打電話來的不是醫生不是病人 他們可能是小三 小三 不 醫生病人都可能是小三 對 也在那邊誘惑多 他是會被淹沒的你知道吧 這麼多人 每一年都有新進員工 你要知道不容易 你知道 護理長那虎視眈眈的 你以為 醫生的確他的誘惑會比較多 會有點擔心的 請舉牌 有 恭喜 達成共識 Yeah 邰哥看到沒有 全員正解 你看醫生如果看到我們這種病人 腿這樣子有沒有 交叉的放在那裡 穿這麼細長的這種短裙子 多半都是交叉放那兒 沒有拆開放那兒 你看他左腿朝上 左腿朝上 左腿跟右腿的差別 我剛好是右腿 對 它是右腿 就不具攻擊性 不具危險性 他就有啊 你是看長短還是 好 謝謝 劉莉莉就是左腳配上 不是 這個真的 一般來講左腿朝上的話 就是想要跟對方的人這樣講話的時候 是想要更深入的談話 真的喔 身心 精神科醫生都很清楚 可是右腿朝上呢就是說 趕快拿個藥我就趕快走 我真的是這樣子 我真的拿個藥我就可以嗎 我沒有暗示跟妳 什麼話 妳右腳在下是拿個藥就走 左腳在下是拿個藥住下來 我拿藥住 對啊 我老天跟左腳 右腳沒關係 跟腳有關 那個腳又長 又漂亮 我跟妳是同一趟 我不能媚得我良心說話 在醫院裡面那白色巨塔 妳知道什麼人都會潛伏 尤其是精神科病人 妳知道躁症的病人最可怕 現在呢 不是春天 春天那桃花癲一出來 哇 躁症的人 桃花癲 就是一種躁鬱症 躁疾 其實稱為桃花癲 現在在春天的時候 他們躁症的情況會出來 妳知道他們絕對是 過來看醫生 這麼開心 他們非常開心 而且那時候性的吸引力 是最強的 春天萬物都在求偶 是不是這意思 他們就是一種情緒障害 但在春天的時候 那躁症特別明顯的時候 他那種性的吸引力 自然而然 他就會去露出他最強大的武器 可是那對我來講小案子 那我根本不在乎好嗎 那妳在乎什麼呢 妳舉這個 我可以我反而是那些規規矩矩 穿衣服規規矩矩的那些人 那些同事們 這樣 妳都劉忠平這樣 像我舉例一個 車證宿件嗎 車證 對啊 這樣子 那時候呢 我一坐在車子上 我就發覺不對勁 位置就有變 我位置變 我第一個一定是先怎樣 我把位置移一下 看是不是我那個位置 不對嘛 那長短 我的腿很短 為什麼它拉那麼長 當副駕駛座 位置有變的時候 全國的姐妹們要注意 第一個 位置 不能移動 妳要做壞事 一定不要去移動那個老闆娘的位置 地盤就是一種生存的空間 怎麼樣都要歸位 不可以這樣 對啊 男士們要歸位 知道了 原神要歸位 第二點記得請妳把妳的頭髮呢 給我最好呢 戴個帽子 扎起來 要不要隨時 不要頭髮呢 給我放在椅子上 妳是故意在跟我再挑釁 所以大家會懷要吸塵器吸血 對啊 一看就曉得再來 那個味道不一樣 味道呢 如果是一直固定那個味道 就有問題 味道常常變的話就還沒問題 檢察官不是隨便幹的 妳以前是在刑事局的 我以前呢 曾經有在調查局 那時候呢 早期說楊日松博士 我們早期是老師 科學辦案 漂亮 當然啊 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就只好問啊 問的話就看他會不會說謊啊 你上次被抓到什麼時候 我常常還怪他們 自我險境之中於不過 自女險境 對 誰自女險境 先講講 先我反駁一下 魏老師剛剛在講那個 在人家的部分 那個時候真的是因為我自己在 醫院工作服務 有同事 因為我那時候在北投 有同事又到台北火車站 北投這個好地方 你講話話就好了 你講話話就好 工作單位是在北投 在我的這個女同事呢 到台北火車站 那時候魏老師也在那邊 補習界的名師 我去接著她 剛好到南洋街 很近 對 然後呢 她讓我見識到 她們號稱叫處女座的那種特性 你看 她又嗅到妳 位子又移過 她嗅到的位子不一樣 而且味道 空間的味道不同 還有頭髮 有散發一種淡淡的 若有似無的費洛蒙 什麼這一類的 對不對 是這意思 OK 我鼻子不明白 我都不知道 知道 然後呢 當下我一個覺悟 以後付錢 這個付架子做呢 一定是男的做 第二個 女的只有我媽媽跟她 可以做 然後呢 其他人萬一要我載 一定叫做行李箱 你鼻懷狠 第二個呢 我為什麼說呢 有時候她們還自我於險境 有一次我剛才看冷診的時候 女性各樣 哇 那個我們把她形容 我們後來討論說 她這身上 那個奶都已經要爆出來 然後呢 真的穿著就隱隱於握線的 她還刻意坐在門口 那個第一個等候的位置 那時候我覺得苗頭又不對 妳知道嗎 她從我妳來呢 我很怕我被欺負了 來者不善 來者不善 妳被欺負了 對 她進到我的診間 然後她想怎麼樣 我們趁著朋友有些案例 她等一下突然在裡面大喊 然後喊說楊醫師 這個騷擾我 妳旁邊有護士在 這個問題又來了 那一天呢 魏老師呢 他在櫃台 我還刻意呢 撥起電話說 妳們這邊進來呢 我們要處理一下事情 她還不進來 什麼吃醋 我怎麼會吃醋還喝湯 我不會吃醋的 我跟你講 誠哥 你要知道你知道嗎 楊醫師就跟你一樣 有色不好色 有品勝無品 有色有品男生最可愛 我就是要等著看他出來 兩個耳朵發紅 他的性感帶就在耳朵 你不要講敏感帶 可以嗎 講敏感帶是不是 對我來講 很可愛 你知道嗎 有色有品的男生最可愛 我到現在印象都還記得 我本來是請他們進來 結果他請了一個男員工進來 然後呢 更誇張的是 那個好不容易在我們 整個看完整以後送走了 等到我們看完整呢 鐵門拉下來我們再問說 剛剛那女的真的穿得太誇張 那個男員工說 有嗎 剛剛有這個嗎 我們確定 第一個病人會不會 我想所有在場的病的 什麼連個案的家屬 沒有一個人看不到的 好啦 這一些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而且你知道名則保身 對不對 算你厲害 不好意思 剛才大家都覺得 醫生誘惑多 她們整形外科 妳的老公也是整形外科 整形外科是完美比例的女人 跟就是又美 然後又非常的辣的女人 非常多 她們的比例高很多 所以我們都會 就是都覺得要會在意 都覺得說要稍微 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多運動 維持身材什麼的 所以生完之後恢復得特別的快 對不對 因為她的病人 的確條件好一些 是不是這意思 她們一直都在摸女人 像他們看很多女人的肉體 我還沒生小孩之前 我就比較閒 我會看她的手機 妳以前對她是沒有安全感 對 就是 因為就是 也沒事做 這樣子 沒事做 沒事做 不去抓她的包要幹嘛 是不是 就是會拿來看一下 關心一下她 大概抓到幾次 很多次 對 很多次 康哥 你知道我對你是很欣賞 我很欣賞 你非常寬容我 講話引進句點 我很喜歡你的樣子你知道嗎 我要是個異性的病人 你知道我對你 對 陳哥換你來當作會議 你也是一堆人對你有好感 一樣你知道 所以我們在處理上要非常細緻 而且要顧慮到這些人的尊嚴 要讓他們有台階下 我們自己分寸要抓 抓得很準 否則你會惹上很多問題來 像我有個客人 他就是 做完之後呢 有一天他就到了醫院樓下 他打電話上來 他說我想請徐醫師看一下 我買了一台跑車 我想約徐醫師喝個咖啡 帶他去看看夕陽 那你說怎麼辦 當然會看不到這個人嗎 也不行 因為是我的客人 所以我必須下去 下去稱讚著他的車子一番 一定要稱讚車子對不對 然後去 沒有 然後就說 樓上剛好有病人正在開刀 是不是那我先把這個刀開完以後 我正在開刀 可以下來 先看一下車子 一定要先開刀 對 要回去再 我都可以這樣接的 可以啊 可以啊 對 然後讓他覺得說 好啊 那下一次有機會 再約這個徐醫師看看 這是我第一個經驗 第二個經驗是 做完濃乳手術的一個病人呢 他說我做完以後有問題 你們來這邊幫我看一下 那時候剛開業傻傻 其實這些所謂的桃花這些問題 年輕的時候有 現在沒有了 現在我等很久也沒有 你沒有那麼久嗎 對 等多久 我等了快十 將近十年 我覺得他這種回答 妳安靜了 妳不要 你都沒有講 你們聽的話 你怎麼不講話 有沒有 她就約我 我就去幫她看 我那時候傻傻的 我認為良好的醫病關係互動 是非常重要的 應該的 對 所以我就去看了 講究售後服務 對啊 這是售後服務一部分 去看了以後她說 能不能幫我檢查一下胸部 在一個午餐 午餐場裡面 午餐場 對啊 抓我的手就要去 協助我的手去幫她做檢查 我那時候一下 突然醒過來 嚇一跳 我覺得這樣很危險 嚇一跳 哪有這麼好的事 我媽 我現在就沒辦法 坐在這邊 因為你剛做完的確需要按摩 才能夠保持自然的體態 對 他覺得可能 有點變比較緊 或者哪裡覺得腫 就拉了手 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要詳細 要做超音波檢查 還是回到診所 醫院裡面 我們有這些設備 我才能夠幫你做更進一步的檢查 對 就當場落跑 其實還是有一些風險在 但是 但是我相信他們的動機都是 不是惡意的 不是有什麼壞的 只是說 他們對你有過度的一種信任 或者過度把我們美化 沒有這種好 所以這樣子 這種就是一種移情作用 因為他們有專業這樣子 因為畢竟在台灣 其實醫生真的對很多的少女來講 女性來講 是一個最 等於說是第一 排名第一位的白馬王子 這樣 在這地方 我真的要跟電視機前面的姐妹們 妹妹們說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嫁給醫生 你必須要理解 第一個 他這麼的優秀 腦子這麼聰明 一定會有很多崇拜 那很多崇拜 最後你幹嘛去在乎過程 最後你就是老大就好了 你只要當老闆娘就好 如果全世界全台灣 只有我喜歡洋蔥才 讓她真沒價值 這樣講 物以類聚 我們這麼好 她才會吸引到這種好東西來 不就這樣嗎 順便誇獎自己了 這是事實 這不是誇獎 她也是啊 整形外科 我覺得我看過那麼多身體 我看過那麼多的胸部 那麼多的身材 那麼多的漂亮的臉 但是最後還是決定要娶她 對啊 就是表示 最美的人就在這裡了 這個話你要講一半 娶她是娶她 現在人家的問題是桃花 所以她的話裡面有語弊 她就娶了她 她娶了她 表示她還是有可能有桃花 我有一種程度來說 我娶了她 她整個是真實 自然 對不對 她是元件 有沒有 壞事就是嫁給一個整形 外科就是大家會覺得 你都整形整了一堆 有可能 所以妳做的是 我是99.9%整齊 99.9% 那0.1是 肉毒 可能 對不對 有時候用肉毒來控制一下 也是OK的 要不要儘量只要控制得好 有一個一直沒有講話 有沒有 妳有沒有發現 鍾萍哥 他故作輕鬆撞 是讓老婆一直惡狠狠的瞪著他 來 他們誘惑有多少 有一次晚上11點多的時候 他在洗澡 電話響 我想說搞不好是醫院打來了 我就幫他接一下電話這樣子 這時候 結果就是一個女生就說 喂 請問劉醫師在嗎 我就說 他現在剛好有事 對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這有什麼問題 在洗澡的是劉醫師 妳那是沒臉出目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說 他現在比較不方便接電話 你可以跟我說嗎 我幫妳轉告 這好像跟劉醫師講比較方便 請問劉醫師在嗎 可以聽電話嗎 我就想說 聽起來一下 到底是幹嘛 到底要不要講 我就說 那我是他太太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 到底什麼事情嗎 我等一下再告訴他就可以了 終於那人就說 沒有啦 我們這邊急診室 我們這邊有一個病人在急救 想要請他過來看一下 可是你知道就覺得很奇怪 就急診室打來 怎麼這麼不慌不忙 還可以在那邊 嗯嗯啊 這麼久這樣子 一點都沒有很急促 很公事公辦的感覺 就覺得那個女生到底是 平常到底是 怎麼跟我先生講話這樣 對 所以我就要幫全台灣 心臟科醫師講一句話 大家知道醫院在急救的時候 一定是醫生先上 資深護理師先再上 所有的一定是有經驗的先上去 所以這種打電話 聯絡事情 一定叫那種最之前的護理師 甚至有時候是實習 護士打來 所以他打來又講不清楚 也搞不清楚有狀況 而且有時候半夜打給主治醫師 都覺得好害怕 第一個講不清楚 第二個打電話 都是嬌滴滴的小女生 所以真的有時候陳醫師會誤會 其實真的是天大的冤枉 像最近又有一通 凌晨三點鐘 電話響 還好這位 還好這位我接到 喂 劉醫師嗎 809是您的病人嗎 我說是啊 我說喔 誰只說他有點不舒服 我說喔 不舒服 哪裡不舒服啊 就胸口悶悶的嘛 我說好 我過去看一下 掛了 掛了沒事啊 結果陳醫師剛好 這個時候被驚醒過來 前半段沒聽到 聽到後半段 結果我說欸 學姐說他不舒服 胸口悶悶的 你去看學姐幹嘛 哪個學姐 他就聽到以為說是學姐不舒服 叫我去看學姐啊 誰在三點鐘聽到那個聲音會舒服 會不想到極點 對 因為會覺得說那個人呢 其實呢 就破壞了我們的好事啊 我跟他們幾位不一樣 會喜歡我的其實大部分都是50到80歲 因為我看診都是50到80歲的老 老公老媽 中老年人的心臟比較容易有問題 所以我就有很多次 媽媽帶著女兒來 結果我說欸 劉醫生 你覺得我女兒怎麼樣 我說喔 怎麼不舒服了嗎 這兩個天心臟怎麼樣 媽媽說沒有啦 我女兒喔 剛從國外回來 她學音樂的啦 現在還沒有男朋友 你覺得她怎麼樣這樣 我就說喔 那我回去問我太太覺得怎麼樣 補充一下你知道嗎 那陳醫師拎母啦 他才真的要注意一下 心臟科醫師一定要去聽 人家心臟嘛對不對 對 有一種心理學教訓叫做 叫做 他剛剛講 他講四五十歲 我還不像現在心臟科 現在很多年輕人心率不整的啦 或是這邊不舒服 他們是不舒服的 當他把聽冷氣這麼帥的一針 把聽冷氣放在他身上去聽了之後 他的心臟一定變得很快 這個時候很快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喔 因為你知道生理營養心理 我為什麼這個醫師在我面前 我心臟就跳那麼快 因為呢 他那種對他好感極度上升 每一次 只要他有整就掛他整 搞不好還撐到最後一個進去 讓他好好聽一聽 有夠力 有夠力 看來不只當醫生心臟要夠大顆 當醫師的另一半心臟也要夠強 度量要夠大才行 嗯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 兒子 天使 asked I You I I I